大家好 今天洛杉矶的天气也有点冷 早晚都要穿一个绵一点的衣服 要不然的话还是挺凉的 今天我跟我太太带着我们家的两个狗狗一只猫咪 去了狗狗海滩 回到家也都四点多了 人也有点累 就睡了一觉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可能出的会比较晚 现在我儿子跟我女儿一人都有一只猫咪 然后我们家现在是有一只猫咪 Smart是个儿子 然后还有一只德木是个儿子 然后呢今年又增加了一个Lucy是个女儿 现在是家里头有两条狗一只猫 他们的关系还很不错 因为那条拉木啊 德木是从收养所领来的 所以养了这么多年了 他呢也很听话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Lucy这么好训 那拉木会的东西就比较少 但是还是非常听话的 那么像Lucy的话 他就跟人的互动呀或者这个就特别的快 我觉得这还是遗传嘛 毕竟是猎狗嘛 所以他尽管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也就十几天吧 那现在很多指令都会做 应该下个月都能出去实战一回 那么今天呢我计划出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呢是有关国内的 我把国内的这几件事呢 放在一块呢 来给大家先简单的聊一下 第一件事呢就是马云这个事 马云这个事呢 等于说他这个被叫停的时候 我们已经出过一期节目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猜测 就是说呀 马云肯定是得罪了王岐山 因为他在上海金融峰会上的这个讲话呀 跟王岐山的内容呢 是相悖的 所以呢 我们分析当时是得罪了王岐山 所以才给他找事 让他把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的这个IPO呀 给他停了 这是当时的分析 那么现在呢 从这个华尔街的大佬传出来的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就不是中国媒体登的了 就是外媒全登了 现在像这几个大的外媒都登了 就是华尔街的大佬说呢 这个事情是习近平亲自下令 把他叫停的 可以说是习近平一声令下 蚂蚁金服跟马云呢 损失了等于是几百亿美元嘛 他这个前期已经认购了三百多亿美元的资金 那这些人都等着他一上市 然后去赚钱呀 这一下子不能上市了 你说这些人该怎么办呀 所以人家形容呀 这就是哀鸿遍地呀 很多人呢 看好蚂蚁金服的这个前景 他认购的时候 他都是加了杠杆认购的 他没有那么多钱 他可能加了十几倍 二十倍的杠杆 来认购蚂蚁金服的这个股票 等他上市以后 然后他赚钱了 现在上不了市 后面呢 我想会牵扯到很多问题 因为这个盘子太大了 三百多亿美元 涉及全球 不光是中国 这都是后续会出现的连锁反应 那么官方的说法 马云是哪些话得罪了习近平呢 这个外民是这样报道的 他说在这个峰会上啊 马云的演说内容呢 还是比较大胆 马云说呢 习近平说过 工程不必在我 因此马云想要透过创新 协助中国解决金融问题 这个话也是比较大的 马云更直白批评中国金融监管呢 越发严格阻碍科技创新 他说呢 做没有风险的创新 就是扼刷创新 把风险控制为零 才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他讲的这个话啊 是很有冲击力的 所以呢 这番话呢 最后传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那里 华尔街日报报道呢 根据中国政府角色圈的 几位内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阅读了 关于马云演说的政府报告后 和其他高层官员一样怒不可及 习近平接着下令监管单位开启调查 并且交代各部门 用尽一切手段 叫停蚂蚁集团IPO 这个命令带动后续一串效应 最后造成蚂蚁集团原定 11月3日首次公开募股的计划被叫停 蚂蚁集团暂缓上市 这样的话就是 全球投资客呢 已经投下了340亿美元 甚至更多的资金呢 一时之间失去了立足点 目前还不清楚 暂缓上市的做法 是习近平本人呢 还是其他官员首先提出的 当然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蚂蚁上市 这个事可以说遥遥无期了 政府在处理民间企业的时候啊 一旦把你弄了 那再恢复 那个过程就非常非常长了 我想这个事一拖 可能就撂黄了 可能后面呢 马云还有别的灾祸上升 这个都不好说 因为中国现在啊 打土豪的这种呼声太高了 小学生演节目 都是演的那打土豪嘛 穿着红军的衣服 拿着那个打砍刀 然后压着戴高帽子的土豪 对不对 那么这种风声啊 从全国一旦铺开 那哪些是土豪呢 马云就是土豪的代表嘛 所以这个刀什么时候砍到马云头上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这是官方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 坊间还有一种传说 说马云啊 私下里呢 骂过习近平 说马云呢 在一个比较私密的场合呢 骂习近平是畜生 就是对习近平说了很多不满 最后用了这个脏字 就是说习近平是畜生 那么这个话呢 据说是传到习近平耳朵去了 所以习近平是痛下下手 也刚好找到这个事 就把马云拿下 那习近平肯定想嘛 你们这些企业家 不就是官员的白手套吗 没有共产党 你们能发到今天吗 所以发了一句话 让你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到底谁说了算 大概呢 马云的事情呢 就是这两个版本 还不是王岐山下的命令 现在华尔街这边 已经透出消息 命令直接是习近平下的 那么起因呢 是一个他在上海峰会上 讲那个话呢 冒犯了习近平 另外呢 有人说呢 他私下里呢 对习近平大不敬 这是有关马云的 这两天网上又热传一个 孙大武 实际这个人 我以前都不熟悉 也许他的这个行业呢 比较偏 他是做农业的 他是个大武集团 在河北是非常出名的 是河北最大的 农牧业产业集团吧 那么这两天呢 等于说把孙大武 这一家人呢 全抓完了 包括公司的高管 一下抓了几十个人 全抓完了 而且说是一地办案 他是徐水的 说是保定的公安局 去抓的人 去到这边抓人的时候呢 去了三轿子车的特警 共产党也是下了大力气的 他是全国统一行动 因为他这个集团 在全国各地都有点 他不光是在河北抓人 他是在全国各地 把他的家人 跟他的高管 全国统一行动 一网打尽 现在网络上呢 就传呢 说大武集团呢 是一个良心企业 特别是他搞的那个医院 孙大武讲的那些话 我还挺认可的 就说他搞医院呢 不是为了赚钱 他就说我们医院要赚钱的 就是我的耻辱 我搞这个医院呢 就是致命救人的 而且搞了好多新的理念 比方说这个病人呢 进了医院 就由医院负责 出了医疗事故呢 不是大夫负责 是医院负责 分用也比较低 做一个CT等等 这些常规检查呢 也好像就是十来块钱 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现在网上呢 都说孙大武是一个良心企业家 但是现在被工厂呢 这样给抓了 很多人呢 替孙大武打抱不平 当然啊 我觉得孙大武 他能做到这么大的企业呢 他首先自己也是 很有本事的一个人 同样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他肯定跟当地的政商呢 有绝对的关系 不然的话 中国的企业 不可能做到那么大 特别是他那种农业项目 这个牵扯的面就更多了 在中国待过的人就知道 跟农村的事情打交道啊 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他能做到今天 证明孙大武 确实是可以的 现在很多人说呢 就说是啊 这个中共呀 把这个良心企业家给抓了 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啊 能到这一步呢 也算是一个良心企业家 就是赚了钱呢 回馈社会也挺好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被抓呢 那么我想啊 他跟马云那个情况 肯定是近似的 肯定是把哪个神给得罪了 别人才来找他的事情嘛 而且是异地来抓他呀 给他安的罪名是什么呢 就是寻衅滋事 跟破坏生产罪 寻衅滋事 这本来就是个口袋罪嘛 什么罪都能往里头装嘛 而且破坏生产罪 这个也是个很含糊的呀 你是破坏了哪一类生产呢 那么这个呢 我上网就查了一下 但是对他这个案件呢 都没有详细的介绍 大家说的最多的 就是一个土地纠纷 就是他用了他们村里头的地 跟这个附近的 有个国营农场的地呢 在这里头呢 有纠纷 这个常年就在这有纠纷吧 很多年了 那么今年的孙大午呢 可能就是采取了一些 上访的政策 维权的政策 他这个问题呢 老得不到解决呢 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些办法 有人说呢 他这些群众呢 都是他雇的 去一个白天呢 是一百块 一天一夜呢 是两百块 就是你去了 你在那吃住呢 一天是两百块 我想他肯定是到市场去上网吧 就是他用了这样一些办法 来跟政府对抗 那么我想 他这个行为 绝对是惹了谁 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 在共产党面前 你这些民营企业算个啥吗 说把你灭了 那不是一瞬间的事吗 按照他的财力 他能比过马云吗 他能比过吴小辉吗 他能比过王健林吗 对不对 那些人不是一下都收拾了 何况你一个孙大午呢 一个农民企业家呢 对不对 而且是连锅短 这个比较狠 孙大伟创业都是 一九八几年 从养鸡开始的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 一个农民企业家 那么走到今天 我想也没有办法 你碰到了打土豪的时代 那你怎么弄 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这个事啊 他这个上访 这个土地纠纷 也可能是一方面的事情 深层次的 也可能与国家 打土豪的政策有关系 因为那个土地纠纷嘛 政府能解决吗 你村里跟国营农场之间的事 这个有啥讲不清楚的呢 对不对 当年国营农场 资云这个农村的地 那都是有协议的 现在怎么解决 那也是有土地政策的 对不对 就是你孙大伟上访 你花钱上访 也不至于说 把全家人去逮了吧 对不对 能这么狠的出手 那么肯定是 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既得罪的人 又符合打土豪的政策 这是江泰国的一些分析啊 大家也可以顺着我的思路去想吧 假如说仅仅是一个方面 他没有必要去逮全家人嘛 这两个罪名又不是很大的罪名 一个是寻衅自私 一个是破坏生产罪 你就把全家包括企业的高管 全都逮了 你想想 这个是不是有个赶尽杀绝的意味 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治信号也是有一点吧 最后呢 我们再说一个 现在中共割韭菜的最高境界 确实割出了一个境界 那么我把下面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讲一下 他说呢 安静市公管局啊 一个826万的项目 有数百家企业投标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政府有个招标通告 有一个826万的项目 就是发了标以后 有几百家企业过来投标 那么证明啊 现在这个市场确实 很艰难了 有一个标呀 这800多万的项目 又不是很大吗 但是就有几百个企业来竞标 看看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 确实钱很难赚 那么这里头呢 他有一个情况出现了 其中146家企业呢 出现了 额边号异常相同 组价异常相同 等情形 对不对 就是有146家企业 报价了什么竞标的这些 竞标的这些材料啊 大家进过标就知道 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近似的 或者是相同的 最终被认定为串通投标 就你们这164家企业呢 是串通投标 最后决定 没收146家企业的投标保证金 各16万 合计呢 2336万 高 确实是高 我发个标 然后你们集中过来在这投标 然后我把你们找个借口 一抓 把这个保证金一没收 直接韭菜割了 2336万 大家去看一看吧 你这个项目的总共的标的 才是800多万 然后我这一下子 把你这146家企业的韭菜 给你全都割了 所以江泰公说呢 这是集中钓鱼式割韭菜 对不对 直接把这些企业集中起来 一镰刀下去 把这些韭菜全都割了 而且你想想吧 就是这个项目你做了 800多万的项目 你能赚多少钱 对不对 你看人家这一下子 放了一个鱼饵 收割的韭菜是多少呢 2336万 我觉得这个太神了 那么我们再结合 现在全国各地装这个摄像头 抓这个电动车违法 等等这些以罚款创收 那么这个也能看来啊 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啊 也确实有问题 另外从这个800万的项目 几百个公司来征 那么也证明啊 这个市场也确实很艰难了 好吧 这些节目呢 我们就把国内这几个事呢 放在一块 跟大家聊一聊 反正中共国嘛 出再多的惯事 人家共产党都是伟光正嘛 对不对 依然是岁月静好嘛 一片繁荣嘛 是在这个疫情过后 经济恢复的最快的嘛 双十一节依然是创历史新高嘛 对不对 然后国家的经济依然在稳步增长嘛 又创历史新高嘛 所以中共这个事啊 说不清道不明 为什么呢 因为有14亿的韭菜呀 他就随便让人割 他要去维权呢 就是江台公说的 那就是中国是维权 跪着维权 那么大家从这次选举来看 美国人咋维权呢 拿着枪维权 这是不同的 跪着的人跟站着的人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好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